今天齊窩祝大家新年共有發財 今天我們來針對這個情仔在處理還沒說完這個最重要最重要的匯匯來做的說明 然後今天用的資料 原來是這個日本 哪裏 替卡布斯基解釋它的資料 情仔在處理的時候我們有說 譬如說我現在跟一個公債 交雲 交雲到這個A1 超過這個A1的運動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報雲的動作 然後報雲之後 這個緊固人客輸求的不一樣 我們來做這個 撤匯 撤匯 和退匯 一般來說 我們的這個匯匯 剛才發生在第一例 這個撤匯後面這裡 我們這裡需要來做這個匯匯的動作 是怎樣 是怎樣 是怎樣你這個撤匯和退匯 不需要來做這個匯匯的動作 因為前來我們有說 這個撤匯和退匯 它的這個產生物 是這個泡萊土 泡萊鐵 為什麼泡萊鐵 你就不需要做這個匯匯的動作 因為前來我們有說 這泡萊鐵 你如果在這個纖維金箱來看 它是這樣一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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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張鐵 這個黑色的地方 就是雪民碳鐵 然後這個白色的地方 就是 就是菲力鐵 我們再來看這個面上鐵碳平衡圖 鐵碳平衡圖 它裡面就是什麼 它說你如果超過這個A1電 你超過這個A1 的時候 它應該要是 臥石填鐵 臥石填鐵 然後你 溫度落下來的時候 它要變成 菲力鐵 跟這個雪民碳鐵 你這個泡萊鐵 不是就剛好是 菲力鐵 雪民碳鐵嗎 這張鐵 我們叫做鐵碳平衡圖 所以你這個泡萊鐵 是不是 已經在這個平衡的狀態了 對 蝙蝙就是要 更在 穩定的動作 它不需要做穩定的動作 是因為 它已經是穩定了 為什麼 你還有這個泡萊鐵產生 我們所謂這個泡萊鐵 就是這樣一圓一圓 一圓一圓 我們叫做泡萊鐵 它也是菲力鐵 還叫這個雪民碳鐵 所以 其實 已經符合 鐵碳平衡圖 這個平衡的動作 好 為什麼這個切碳 第一這個切碳 它需要來做這個灰火的動作 因為這個切碳 它的產生物 是 麻田散鐵 麻田散鐵 麻田散鐵這款東西 它很重 第二 它這麼切 我們如果頂 通常 就會伴隨這個切 它除了麻田散鐵以外 還有一個嚴重 就是它的殘留 臥石田鐵 你運動已經下來了 你運動下來了 因為它的運動 它是極速的下降 所以導致 這個高溫的臥石田鐵 不負歡迎 不負歡迎 它就會流在 我們的材料裡面 然後 時間一段 它才慢慢的歡迎 慢慢的歡迎 所以我們說 我們這個材料 會有煩囂 為什麼會有煩囂 因為有的是它力處理得不好 它力處理得不好 導致 它這個材料的內部 殘留 這個臥石田鐵 然後它在慢慢的變 慢慢的變 所以你這個東西 時間過來了 跟原本 加工後的創作 會不一樣 會有煩囂 好 我們再來複習一個 蒸了那個材料 我們說的 我們一般常溫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 體辛的 體辛的 肥力鐵 體辛肥力鐵 跟這個 這個 雪民炭鐵 雪民炭鐵 然後你把加溫到A1的時候 它就變成麵芯 麵芯 你麵芯的時候中度有香 中度有香 炭 燥 燥 燥 你把雞能 放下去 裡面刺一下 然後這個炭 它要拼 拼不出來 卡在這個香 這款的 我們叫做 麻田散鐵 我們要記 麻田散鐵 硬硬硬 還很脆 根本就沒辦法 使用 沒辦法在我們一般的零件面中使用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才我們有說 我們這個肥肥 今天我們講的主題 就是肥肥 肥肥是要解決什麼 肥肥是要解決說 我現在加溫到這個A1 A1溫度以上 它已經變成 臥石田鐵了 在這裡 臥石田鐵 臥石田鐵意義 你把極能 極能就是我們 說的這個 切肥 極能料意 它這個 要拼出來 拼不出來 剛才卡在旁邊 要變成 變成體型的 這叫做麻田散鐵 這才講到這邊 這叫麻田散鐵 還有一個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這 大部分要解決 就是因為你現在 極能料意 極能料意 這原本是 臥石田鐵 這都是臥石田鐵 你極能料意 應該要變成 麻田散鐵 還是肥力鐵 還是對的 就是你 太近了 這個動作 太近 所以導致 臥石田鐵 它不夠反應 不夠反應 總要來流入 這個材料面中 這就是 沒有穩定 沒有穩定的 圓頭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個 就是在這個 臥石田鐵的 所在 至於這個麻田散鐵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它太硬了 太脆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來 做我們的 灰灰 我們的灰灰 你可以想像成 這個 減去法 我們的麻田散鐵 為什麼硬碰碰碰 因為你裡面 把這麼多 碳原子 卡在 我們要做這個灰灰 就是買了這個東西 變軟一些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你現在就是 把門 稍微打開 你要走的 快走 可以走 你這 多餘的碳原子 多餘的碳原子 你把它減去法 你就可以想像 你開門 開門 你要回家就快回家喔 不然等一下要問 門又要關起來喔 你要走就快走 好 我們的灰灰 我才有什麼 我的理解 就是這個 調節炭量 調節炭量 我們的灰灰 有 假溫灰灰 假溫灰灰要怎麼理解 假溫灰灰就是 你把這個門 把這個門 開洗洗香 洗洗香 你要走就快走 所以 假溫灰灰出來的東西 它就會比較硬 它還有分 中溫灰灰 中溫灰灰就是 我這個門 打開一塊 你要回家就快回家喔 假溫灰灰就是門 打開最開 你要走就快走 所以 打一個最軟 因為 你假溫灰灰 門打開最開嘛 門打開最開 所以這個炭灰灰灰的越多嘛 炭灰灰的越多嘛 所以 假溫灰灰 就會比較軟一塊 然後假溫灰灰 就會比較硬一塊 啊 什麼時候 我們怎麼經這個假溫灰灰 什麼時候 我們怎麼經這個假溫灰灰 就是要看你這個靈靈 你現在等一個 靈靈的用途 我們現在來決定說 現在是要革溫灰灰 或是要假溫灰灰 這等一個我們學校 我們來做證明 剛才我們有說 剛才我們有說這個 因為我們 切灰灰 它會變成這個 麻田散鐵 和純的 賣富的 賣富的 臥私田鐵 所以這個假溫灰灰 它的用意是什麼 來 假溫灰灰 它才有什麼 這個麻田散鐵 硬硬硬的 它會變成 低碳數 就是碳的變得比較低 低碳數 麻田散鐵 和這個 ελ ελ 炭化物 ελ 我的麻田散鐵 會變成 低碳的麻田散鐵 和ελ 炭化物 好 這我沒說這麼多 是因為 這只是 你如果是在處理槍刻的 你就要研究了啦 研究說 假溫的時候 它是怎麼變化的 如果你看 中溫 400到 550度的時候 它這個 低碳數的麻田散鐵 它還會變成 肥力鐵 跟 細微化的 雪明炭鐵 你如果到 高溫 550度到 650度的時候 雪明炭鐵 也變成球狀 球狀型的雪明炭鐵 就是 你這個 灰火的溫度 灰火的溫度不一樣 就是導致加 導致加 產生路不一樣 可是 大家 他們這個 大家 統一的目標 最終的 統一的目標 就是要 材質 變成 穩定 三次變成 大部分 你把它變成 雪明炭鐵 還有這個 肥力鐵 這樣就要穩定了 因為這張圖 人家已經有名字 已經很好 這張圖 就是叫做 鐵炭 平衡土 你要怎麼平衡 最好 就是你把它變成 肥力鐵 跟雪明炭鐵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因為這有一個 變化 這有一個變化 這個變化 我說這個怎麼變化 比如說你現在 麻田散鐵 跟這個臥室田鐵 然後他就在 基溫 150度到200度的時候 這個 會變成什麼 臥室田鐵 他就會變成什麼 然後到這個 400度到550度的時候 這個麻田散鐵 低碳的麻田散鐵 他就變成這樣 然後 這個 到550度到600度的時候 550度到600度的時候 這個就看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他就一直變下去 你這個 肥肥 保溫 肥肥保溫的運動不一樣 導致說 他這個最終產品的不一樣 最終產品的不一樣 我們要怎麼做選擇 就是你這個加工 等一下我們這個生品 你要做什麼用途 然後來選擇 選擇 你要搭一條路 好 然後因為這對我們加工 這是力處理要研究 力處理槍要研究 所以我們加工 我現在先選幾個 比較重要的來說 剛才我們有說 這個 這是 肥溫肥肥 肥溫肥要按那種 你把錢砌一個多啤 給拿碳 稍洗腳炒 雖然 不會 肥利 肥立鐵已經趨於穩定的肥立鐵和細微的雪民碳鐵 然後高溫 高溫灰灰它就是肥立鐵 然後加這個球狀的雪民碳鐵 中溫灰灰四百九五百五十多 這大部分都用在這個筋子 筋子的灰灰我們就要用這個中溫灰灰 一般來說 我們加鋼槍我們不需要來關這個低溫灰灰 中溫灰灰 高溫灰灰 一般來說 我們拿去這個力處理槍 我們只需要跟他說我需要這個頂度要多少 我的HRC要多少 這樣就處理槍他就幫我們來解割了 假設說你正經是對這個 家文 中溫 高溫 肥肥 有興趣 你需要知道他的三神物是什麼 這樣你可以查一下 維基百科 他這個 薏基摩托斯 你要查日本的比較清楚 查日本的薏基摩托斯 他就要跟我們教說 第一階段要幾度 他的三神物是什麼 然後第二階段要幾度 三神物是什麼東西 一直到這個第四階段 他是要幾度 然後他的三神物是三東西 好 你有興趣 可以查一下這個維基百科 好 然後一般我們的加鋼槍 我們沒那麼複雜 只需要跟這個力處理槍說 我需要幾度 其他你就幫我處理了 他這個幾度力處理槍 他是怎麼做到的 我在這裡有一個 這個蜘蛛紙 蜘蛛紙 蜘蛛紙 SKD11 他的這個力處理 匯匯的方法 他人家就有寫得這麼清楚了 人家就寫得這麼清楚了 1025度 50分精補齊 就是說這裡 1025度 50分精補齊 然後 匯匯 120分精 兩次貴 兩次貴我 他就是 香港是這麼清楚了 你照信 指示 再做意 假設 在貴貴 貴貴運動 irgendwie不tek 因為 這個力處理的威度 1025度 阻 somet 你看 這貴貴運動 貴貴運動 經過 他的貴貴 groß 而且 他的頂度 了 king 他根深 其他的 風 described 温度就是要來看下架這個程度 假設我現在灰灰的温度 550度 你灰灰後 灰灰要多久?灰灰保持的時間要多久? 它才有什麼? 120分鐘 就是這個 這個時間要120分鐘 好 然後你這個550度 保持120分鐘 它得到的HRC 55度 然後你如果是530度 530度 保持120分鐘 你得到的HRC 所以剛開始我們才會說 其實在處理裡面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有技術的 就是這個灰灰 好 然後這張圖裡面 我再給我一點點 這張圖裡面 它還有什麼? 比如說保持這個溫度 然後極能 極能料理 這邊再灰灰 灰灰的溫度 就可以來確定我的這個頂度 這張圖沒有這張圖 這張圖 正想說 我如果是對外國 靜靠這個降災 他們大部分就是提供這種力處理的 條件表 讓我們這個力處理槍 知道灰灰灰要幾度 定度是多少 它的一個對應 在這裡 我有看過一個 先說一下 這就是遭寧 機能還不夠 機能料不夠 他還給他做一個遭寧 沈寧生能 我們這個 有在路上看到這個 生能加工 生能加工是要做什麼 生能加工就是 我們剛才有說 我們這個力處理後 撤毀藥 撤毀藥 撤毀藥得到的就是 麻田散鐵 還有裡面 它裡面還會殘留 臥寺田鐵 它還會殘留這裡 殘留這裡 殘留這裡的東西 殘留這裡的東西 因為你要把臥寺田鐵 其實臥寺田鐵流在裡面 代表你這個 不穩定 不夠穩定 所以你要做一個 清冷的動作 就是這樣 冷到裡面去 它就可以加速 臥寺田鐵 穩定 就是臥寺田鐵 它就來變這個 麻田散鐵 還是來變這個肥力鐵 可以加速 它穩定 所以有時候 它這個主力槍 它還會做一個 清冷 清冷 像這個 有的我們這個 賣死 賣死的平行塊 有的平行塊 因為平行塊 你用固定不可以翻譯嘛 還有 清冷還有一個好處 清冷 就是你這個東西 可以耐磨 也耐磨性比較好 它比較力薄 要做一個比較好 就是裡面這個臥寺田鐵 可以讓你消除掉它 所以有時候 我們加工的時候 都要來做這個清冷的處理 好 在這裡 它有一個精力表 這個精力表 它就跟我們說 價穩要多多 然後價穩大部分用在什麼 我們想像一下 剛才我們有說 價穩就是這個炭 走一些刮刮 走一些刮刮 它就比較硬 所以價穩大部分用在這個價值 還是這個 車鐵 主動車的車鐵 這個Place的金屬 然後中文灰灰 中文灰灰幾度 人家有什麼 然後這個維斯印度 是幾度 中文灰灰 是幾度 然後中文灰灰大部分 就是用在金子 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飯糰就是金子 金子 還有我們這個鐵 菜鐵什麼鐵 大部分就是用中文灰灰 再來 格文灰灰 格文灰灰 這個 這個 這個共有 格文灰灰 他是在五百到六百度 格文灰灰的這個維斯印度 維斯 維斯印度 280HV 然後格文灰灰 來這裡 我們如果有格文灰灰 就是一般我們外面說的這個貼子 貼子 貼子 就是經過格文灰灰這個東西 叫做貼子 一般我們機械的東西 都是用格文灰灰 好 這是一個經理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一個人 怎麼來做這個日本鐵 好 我先來看這個 我們可以看 他現在把這個鐵拿起來 普行 我們上一個影片都說過 你這個鄉宰只要去普行 你普行之後 他就變成臥石田鐵 這個普行 他裡面都是臥石田鐵 好 他在這裡做這個撤毁動作 他撤毁之後 他就會變成這個麻田散鐵 然後跟殘留的臥石田鐵 你如果看這個 竟然的貼子片和竟然的貼子片 你就知道 好 然後這是撤毁動作 好 你這個撤毁動作 你不要打破了 你站在旁邊看 不要打破了 這破了把它打下去 這就外行 因為是怎樣 因為它沒有灰灰 它沒有灰灰 好 現在是在做這個撤毁動作而已 好 他現在在刺這個溫度 夠了嗎 他刺這個溫度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看這個溫度 夠了嗎 看這個溫度 夠了嗎 好 我們再來看 他現在 他現在在做這個動作 這就是灰灰的動作 你看他都沒有負行 他都沒有負行 他在刺這個溫度 你後一後 這把動作的水裡面 這樣有嗎 這樣旁邊的人都在打破了 這就來行 你灰灰了才打破了 這樣代表你完成了 你只要灰灰而已 你就在打破了 這外行 好 好 我們要講的 這個圖案的片段 我們要講的 我順手要講一下 因為當時你有的工廠裡面 你的大型的玫瑰玫瑰玫瑰 大型的玫瑰玫瑰玫瑰 有時候我們都要灰灰 或是你的零件 你灰灰灰 你灰灰灰 靠我來做這個蒸灰 有的灰灰 它是噴到那個梯子都紅了 這樣就不對了 因為你這個梯子 只要關掉一個程度 你的影響 它做一個改變 你那是退縱 你那不是你蒸東西 那不是你蒸的 那叫做退縱 好 譬如說我現在要蒸灰一個東西 它需要灰灰灰灰 我們要注意 溫度不能太高 尤其你不能撲到紅 你撲到紅 它組織都已經改變了 所以你那叫做退縱 好 好 我先說一下 我們大部分 台灣外面的灰灰 它會用這個 上手 或是 因為你只有單一間 一間兩間 你要拿去處理槍 人可能也沒有自己處理 所以有很多都是在工廠裡面 它把它撲紅 然後撲在空氣當中 慢慢冷 有的師傅說 有的師傅說 他就是撲紅 然後撲在空氣當中 慢慢冷 正常來說 這叫做正常化 就是叫做正常化 我們一般的退縱 或是退縱 你是要撲在廊子慢慢冷的 可是有的師傅你撲紅 撲紅它要撲在空氣慢慢冷 好 這種東西叫什麼 這種東西應該叫正常化 是不是退縱 對啦 這就是退縱 沒有廊子 就是要帶未來的廊子好退縱 所以有時候我們實際的運用上 跟這個正常化不一樣 這個老債傅 他說的沒有不對 因為他現在先撲紅 撲紅 撲紅後 你不能插下去 撲紅後 撲在空氣當中 慢慢冷 慢慢冷 我們這老債傅都說 這叫做退縱 這是不是退縱 對啦 這就是退縱 因為沒有漏 沒辦法漏冷 是要帶出漏來漏冷 好 這就像什麼 像這個 有的剛好 我們請來 我們前面的學校都加這個 撲 撲 ERP的軟體 撲 你才有用撲 拜託 我們要比較實際 我們外面的加工廠 或是外面的公司 說真的 你如果有這個進銷純 就不錯了 你再買一個台灣的 電信電腦的軟體 算在公司太大了 你如果說要撲 撲 這一頭幾百幾千萬 開玩笑 對 好 好 我們來講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個 晶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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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晶空爐 到我現在說的 為止的東西 全部都是相同的 它在這裡 它在這個爐子裡面加烈 它在爐子裡面加烈 撤毀 撤毀的時候 正常來說 我們是要插下去 可是它這個晶空爐 它這個撤毀 它是把這個氮氣 它把這個氮氣 它把這個氮氣 直接灌下去 它極能 它做這個撤毀的動作 好 這樣是不是跟別人說的都一模一模 一模 既然一模一模的爐 為什麼要用晶空爐 因為晶空爐 它可以到外面的空氣 做一個隔絕 跟氧氣做隔絕 這樣你的材料 你的鑽材 就不會到外面的氧氣 來做歡迎 所以什麼時候會用晶空爐 像我們的這個德國 比如說你這個塔普 塔普很多 都要用晶空爐 晶空爐 剛才我們有說過 晶空爐 它先加溫 加溫到這個A1點 加溫到A1點 然後撤毀 撤毀它再把這個氮氣灌進去 集能 集能料理後 這裡這裡 再來做這個剛才我們今天說的這個 火火的動作 好 今天我們就針對這個力處理來做的說明 其實力處理 如果力處理 我們要分成一百階的位 一百階的位 一百階的位 上一遍 要跟這邊的內容 差不多就說十到二十而已 如果你真正是對這個力處理有興趣的 其實你要買一些車回來看 其實我們在運營的時候 我們就要摸一些車 摸看一些車 不要在那些 導演 我看現在 一個年輕人都在那裡滷滷滷滷 我們裡面還有一個小姐 帶他們 女兒 做回在那裡陷導演 我個人覺得啦 你那是在浪費時間 浪費青春而已 因為其實你做那些事情 你仔細想想看 還是你現在在看導演的人 你仔細想想看 你手在那裡滷滷滷滷 你到底在滷什麼 這有什麼意義嗎 你不如有興趣的東西 你買一些車 回來自己打 回來自己看 好